大家好,我是老油條,我是郵輪的郵 我這個頻道的原則是 為大家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郵輪品牌 今天我想討論一下 Selabity名人郵輪的落雨路 我準備了名人郵輪的六個落 和五個路跟大家討論一下 看看大家是否同意 看看有什麼需要補充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補充的話 可以在評論區見 如果大家想知道其他郵輪公司的落雨路 記得要訂閱我這個頻道 因為我一直會推出關於郵輪的影片 多謝大家支持 第一個關於名人郵輪的落 當然是他的船隊 如果之前未看過我關於Selabity的船隊介紹 大家可以看看 在船隊裡,有三隻小船在走Glarbico群島 在這種行程中,可以說是挺偏門的 因為船小和載客量少的關係 有時候需要預訂Glarbico群島 需要一年半載 而另一隻船在限制全世界的行程 無論是加勒比海、南美洲、亞洲、歐洲、北美洲 都有他的足跡 船隊帶選擇性多 確實是Celebrity的第一大落 而第二大落是酒店式的裝修 相對於同類型競爭對手來說 Princess Holland America Celebrity其實是採用一個豪華酒店 摩登派系的裝修 對任何裝修細節都是一絲不久 用玻璃、線條、燈光去打造高級酒店的形式 以新潮度來說 暫時沒有哪間船公司可以跟Celebrity比較 其實還有一間可以跟他比較 有一間比Celebrity更加潮 不過暫時來說這間船公司只有一隻船 有機會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講一下這些究竟是怎樣不一樣的潮法 而H-Class 郵輪房間裡 除了全部房間已經可以改變成USB充電頭外 還有一種最新穎的露台房 就是無限露台房 Infinite Balcony 這種露台房確實是一個很新的設計 房間可以佔用露台的位置 等於一個開放式的露台 這種設計在我眼中確實是一個露台 不過確實有很多人去過都覺得是露台 至於為什麼會是露台 待會我們留下露台再說 如果你喜歡食物的話 你一定要試試Celebrity 因為食物就是他第三個露台 我個人來說 平時我覺得每一個人對食物的要求不同 所以我很少去為食物打分數 因為可能你覺得高分而我覺得低分 這是一個很過人的事情 但Celebrity的食物方面 無論是免費的餐廳 付費餐廳或者是布菲 都是維持著一個挺好的質素 就算你不稱讚 但你也很難找到位置彈 平時我很少解釋船上的餐廳 因為我覺得大家去到時自然會理解 不過今天我想說說Celebrity的餐廳 因為它有一點特別 首先讓我先說說每天船都有的Cafe El Basio 這間餐廳是吃一些蛋糕西餅的 很多時候走過路過就會錯過 因為感覺上是要收費的 不過其實它的蛋糕是免費的 而只有特別的咖啡才要付錢 我個人最喜歡它的Cheese Cake 一吃過之後包你難忘 然後看看12萬噸Sauce Steak Classes 極致級數的付費特色餐廳 有吃壽司的Sousi On 5 意大利和扒餐結合的Tuscan Grill 吃法國菜的Marenro 以及吃亞洲Fusion菜的Silk Harvest 這個Silk Harvest 感覺上是吃泰國越南餐的感覺 比較多 價格大概是30-50美金左右 但我主要想說的是 H Class 極級數的免費餐廳 這艘船有13萬噸的設計 吃飯的感覺跟普通的設計有少少不同 它將我們平時免費吃飯的大餐房 改變成四個小的餐房 每個餐房都是不同的主題 喜歡哪個 theme 就在哪裏吃 感覺上這樣就好像高級了很多 第一間餐房叫Cosmopolitan 主題跟普通的大餐房差不多 第二間叫Lomedy 這間屬於法國餐為主 第三間叫Cyprus 屬於地中海餐為主題 第四間是Tuscan 這間屬於意大利餐為主題 其實這個構思有好有不好 好就是在行程中 大家可以試不同的主題餐廳 最重要的是這四個主題餐廳也是免費的 付費特色餐廳方面 有Fine Cut Steak House 扒房 La Grande Bicheau是法國餐 La Petite Chef 之前我所說的3D投影影像的餐廳 Raw on 5 除了壽司外 還有生蠔和其他生食 另外最有趣的是Magic Cabot 中午停在五樓的時候 會吃Raw on 5 的食物 晚上升到頂樓的時候 會叫Dinner on Edge 大家可以想想 當Magic Cabot 升到頂樓的時候 然後在那裏看著海裡吃著晚餐 這很有感覺 另外還有一個叫伊甸園 就是吃一些奇奇怪怪的 視覺和味覺結合的餐 還有一個Wolf Club Garden Grill 就是吃一個燒烤的 剛剛所說的這些特色餐廳 當然全部都是要付費的 如果買大約包裝來講 三餐大概有八折 如果多買幾餐 最多可以有六折左右 價錢方面 大概都是35-40美金每人每一餐 第四個是船上的體驗 Celebrity 的房間 會比同類型船公司的房間大些 而船上活動是正宗 但帶有活力 像之前跟大家介紹的 Silence Disco 帶著耳機唱跳舞的 又有跳舞學 教你跳舞的並不是一般普通人 他們是在船上表演的專業人員 教你跳舞 然後還有吹玻璃表演 另外Celebrity 可以說是船走 是最多類型和最廣泛的船公司 最多船的船走量 可以高達一萬支 可以說Celebrity 在船上的活動 真真正正是動靜皆宜 第五角落就是服務 這東西是很難形容的 並不是給你一種很科目的感覺 但工作人員也很開心、熱誠地為你服務 但又不會太親密的感覺 總之在工作人員的服務程度來說 工作人員是拿捏得很好 暫時很少聽到有人對Celebrity 工作人員服務的投訴 其實真的很划算 Celebrity 一直奉行著一個原則 Happy Ship Happy Crew 第六角落就是Celebrity的年齡層 Celebrity 標準市場的年齡層 基本上是高端游輪品牌裡最年輕的 平均年齡大約40宗左右 當然是它的裝修和活動所引來的 一群忠實遊客 所以Celebrity 的船 不會覺得它有很安靜的感覺 只是那句 分寸拿得很好 又不會太吵、太討厭 久不久你喜歡夜生活派對的話 它有些地方也有夜晚的節目 讓大家去玩派對 如果久不久想三五之幾喝酒 有些特定的地方 讓你可以安安靜靜地聊天 喝酒 所以說 船上的活動 拿捏的分寸也十分好 說完六角落後 就是時候談論路了 但對Celebrity來說 我真的想了很久 原因是這些不算真真正正的路 只要是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Show 當然每一間船公司都有Show Celebrity 肯定不少 Show 方面 Celebrity 算是比較小型的Show 沒有大型的八老匯歌劇表演 不過以這些小型的表演來說 都算是差不多的 用歌和音樂 都會用得比較新的感覺 不會太古代風格的風格 第二個路要提到Edge Class 剛剛提到的分了四個不同餐房的問題 喜歡新型遊輪體驗的人 會覺得非常好 每天都在不同主題 不同餐廳 面對著不同工作人員 感覺上好像很新穎 但對傳統遊客來說 就不一定了 因為他們很習慣 每天都在同一張桌子 同一個適應 適應已經了解好遊客的喜好 不需要說話 服務全部都已經到位 如果到Edge Class的你 既然又喜歡傳統食飯的體驗 你真的要跟船公司慢慢溝通 作出特別安排 例如每天 留在餐廳 坐桌子 以及同一個適應的形式 第三個路 就是說這種無限露台房 Infernal Balcony 的確這種房間 是有人快樂 有人仇 同樣道理 一些傳統的客人 會喜歡普通正常的露台房 他們會覺得這些無限露台房 只不過是一個落地的大玻璃 只不過是一個可以打開窗的 Ocean View房間 不過這件事其實是很憑個人的感覺 但好在Edge和Apex 不單有新型的無限露台房 他們依然保存著 還有舊式的露台房 有一件事大家必須要留意 就是 Magic Cabot Magic Cabot 當然是搶眼 但大家也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 Magic Cabot 會擋住露台房間的景觀 我知道很多人喜歡露台房間 同時他們也喜歡船中間 但一個不小心 就會被Magic Cabot 擋住它的景觀 這件事大家也需要留意 第四個路 大家不知有否看到Celebrity 在YouTube經常買廣告 那個叫做 Always Included 這個廣告基本上是 一個價錢包小費 包飲酒 和WiFi 看起來好像很划算 但其實 我研究了很久 得出了一個結論 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所謂的Celebrity All Inclusive 這個感覺 這個廣告 你說抵抗 它不是說不抵抗 但主要就是 你自己覺得抵抗不抵抗 因為它的價錢 是比什麼都不包的時候 是貴了很多的 但是華人有很多 喝酒 又不一定要經常喝喝的 那些也不一定適合 這個喝酒的配套 對於Celebrity 第五個路 可以說 基本上是一個窮人的憤怒 如果你是有錢 訂購Sweet的人 對於你來說 這是一個窮人 對於我來說 這是一個窮人 因為我是比較窮的人 Celebrity Edge 竟然用了整個十六樓 差不多整層 去做Retreat的位置 這個Retreat的位置 只用Sweet Gas Only 即是套房的遊客 才能進入 裡面有酒吧 泳池 Hot Top 曬太陽 以及坐的公共位置 裡面的人都會是有錢人 又不用跟你逼 這個設計 真的令到我又愛又恨 其實也是那句 人是有優點缺點的 郵輪公司也是一樣 要搞清楚什麼形式的郵輪 是真真正正適合自己 才不會快些 冤枉錢的 當然 以上的只不過是 我個人純粹的個人意見 純粹想挑起這個話題 讓大家可以繼續討論下去 有你們繼續的評論 才令到我這份報告更加完整 對於你來說 Celebrity有什麼下雨露呢? 有什麼下雨露呢? 或許